你可知道潜艇是如何消除螺旋桨噪音的吗? 要知道大一些的核潜艇的排水量通常超过一万吨 推动它们在水下高速移动的力量是巨大的 螺旋桨以每分钟摆算的速度旋转 切割水流产生推力 然而这样的高速旋转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噪音 当螺旋桨转动时 它的后方会形成一个短暂的真空区域 这里充满了微小的气泡 这些气泡在水压的作用下迅速破裂 产生了水下的噪音 这种现象被称为空泡现象 它可以在水下传播的很远 影响潜艇的隐蔽性 因此为了降低这种噪音 工程师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种是它们设计了直径更大 叶片更多的螺旋桨 以降低所需的转术 从而减少中空气泡的产生 但是螺旋桨直径的增加也是有极限的 过大可能会在停靠时与传播相撞 于是它们又增加了桨液的表面积 通过调整桨液的轻桨和形状 最终成功减少了空泡的数量 降低了噪音 提高了潜艇的隐蔽性 除了传统的调整桨液外 还有一种装置 就是奔喷推进器 它能有效的相除桨液的噪音 奔喷推进器的外形 有点像一个罩子 将桨液完全包裹起来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改变了螺旋桨液片的压力分布 防止了空泡的产生 此外 奔喷推进器还刷上了一层吸音涂料 进一步降低了噪音 在螺旋桨的后方 还有一个不旋转的钉子 它能吸收螺旋桨液 尾流带来的能量 使航技模糊 减弱潜艇的目标特征 应用结果表明 潜艇采用奔喷推进器 比采用传统的 多液大倾斜螺旋桨 具有更好的隐蔽性能 采用这种先进技术的 美国海狼级潜艇 能将静音能力达到 90至90分贝的程度 几乎和大机扬背景噪音相差无几 当然了 奔喷推进器也有一些缺点 例如它的推进重量较大 结构复杂 试想一下 本来螺旋桨就已经几十吨重了 现在又下一个罩子 对推进系统的压力要求可想而知 因此很难部署在 常规动力的潜艇上 不过对于美国核动力的 大型潜艇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 其实除了螺旋桨噪音外 还有很多其他降噪的方式 比如安装很多 减震和降噪的设备 美国海狼级潜艇 也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它的很多关键部位 都采用了降噪设计 在机械设备的连接处 和容易产生物理摩擦 及噪音的地方 安装了很多减震设备 此外还安装了一些降噪装置 通过各种手段 减少噪音的产生 降低了噪音的分贝 不过总之 无论是采用哪种降噪方式 其本质都是基于 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 在如今核动力潜艇的大趋势下 无疑让潜艇领域的科技发展 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视频的最后 您觉得中国的核潜艇 出于什么水平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